两位好 我们台湾人吃香肠吃 一口香肠一口蒜 两人一家亲 我要把台湾的美食 带来贵阳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 能等到这一天 回归祖国那一天 那帅哥吃鸡排饭 免你吃我们招排饭 我叫谢夫记 我今年63岁 我来自中国台湾 在贵阳经营一家 台湾美食专卖店 就是朋友介绍说 贵州的天气好 山好 水好 人更好 所以我就来这边投资 做点小生意 也许是年纪 年龄的问题 体力的问题 所以我把厨房这一块 加工制作 我交给我的员工 我现在就负责 大堂里面的招呼客人 服务客人 在美临 客宅间 让你们转角一道爱 好不好 在我们这边吃 你要加湾加汤加凉菜 都不用钱 因为不怕你吃 最怕你不来 我们店里面消费 因为我的经营米类 就是这样的 很多客人都是回头客 介绍到身边的亲朋好友 过来我这边 吃我家的台湾米食跟小吃 我们家卤肉饭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卤肉饭在我们台湾 大街小巷都在卖 每一家每一户都会做卤肉饭 只是配方不同 台湾的卤肉饭有分南北 我们北部来讲 我们台湾卤肉饭的卤丝饼 微甜 为了要适合贵州人的口味 我们把糖降低一点 还有一些葱油酥 贵人喜欢吃辣椒嘛 台湾的美食都没有辣椒嘛 中国美食注重色香味 祭钱 所以我店里面 也准备两桶辣椒 一种台湾油辣椒 跟当地油辣椒 我们经过不断的改良 现在才成为卸服器的招牌饭 五多饭 选最好的食材 我成本高 但是我不怕 我赚少 但是回头客会多 现在很多年轻人 包括一些学生 都喜欢吃我们家的卤肉饭 好吃 好谢谢谢谢 目前很多台青 或是台湾人 来到贵州 还是来到贵阳 都会来找卤肉饭吃 所以我这边 我在四年前 我也组织一个民间社团 叫台湾同乡台鼠 一些台湾人 为了要思念家乡的味道 有时候他会经过朋友 介绍贵阳有一家 正宗的台湾鲁肉饭 他们就过来吃 就认识 就化家常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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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的话 再过去贵阳看你们这样子 好好好 欢迎全家过来看老爸 我有时间来回台湾看你们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 过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嘛 过年家家夫妇啊 都团聚一堂 比如买年后啦 还亲朋好友相机一关 我在贵阳有时候一些台湾人啊 他们没有回台湾嘛 那我们说三五好友 每一个人就炒最喜欢的菜 把大家换去一堂喝喝酒 我希望我有生之年 能等到这一天 等到哪一天 回归祖国那一天 我相信中国是 我们台湾人的最好的靠山 平常心讲哦 这几年哦 我们中国政府 对我们台商都很支持 很照顾 包括有社保卡 基础证 还有包括疫情期间 帮我们打疫苗 都是绿色通道 所以我很感谢 祖国 哦 对我们台商的照顾 这几年来 一些年轻的台青都过来了 大陆的经济 它的发展 结果他们一下飞机 大家都惊呆了 哇 发展的那么好 我们就以贵州贵阳来说吧 不比台湾的台北差 高楼大厦 豪华交车满街都是 每年一小便 三年一大便 变变变变 现在的经济真的突飞猛进 把这个摊位把它锁住最好了 很多人要加盟 我也是 没有考虑要给他加盟 反而是 我的公益都传 传承下去 给我的 现在的另一半 再拼一两年 哦 在 没有疫情 我们就到处 中国各地再走一走 哦 去找各地的一些台湾老乡们 然后画家场 我鼓励台湾同胞们 有机会 可以过来 大陆来考察考察 他的经济 他的科技 他的医学 我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虎年情大印 请问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